3月7日,邓紫棋发布一条常文动态,宣布与经纪公司风鸟音乐解约。 在文中,邓紫棋表示,公司里的人们曾经是自己最信任的人。 然而最终,双方合作结束了。 同时邓紫棋也表示,对于双方之间关系存续,自己已经尽力了。 在文中邓紫棋谈到双方的矛盾,其实已经持续了将近三个月。 期间双方也在不断调解,自己也在努力配合完成公司安排的工作。 自己也曾期待双方能和平解决,但最终因为对方蔑视事情的严重性,导致自己与对方彻底决裂。 与此同时,邓紫棋也表示,未来已经安排好的八场演唱会,自己会尽力完成。 因为不想让歌迷还有主办方失望,自己也希望能尽量减少对其他人的影响。 但同时邓紫棋也严正表示,自己和原经纪公司已经不存在一人和经纪人的关系了。 那么是什么事情导致邓紫棋和经纪公司走到这一步的? 从他律师发布的声明中,可以看出一些端倪。 在律师发布的声明中,可以看出,邓紫棋和公司的分歧在于,邓紫棋想要专心做音乐。 然而经纪公司却一直对他压榨逼迫,让他进行不喜欢的商演活动,导致双方之前的裂痕越来越大。 最终邓紫棋,选择离开公司。 邓紫棋在内地爆红,是通过参加第二季的《我是歌手》。 他高昂的声谢,折服了内地观众。 同时其本人爱闹爱笑的性格,也为他斩获大批粉丝。 尽管邓紫棋,是91年生人。 但对于音乐的态度,一直都是非常严肃的。 这次难以忍受,要和音乐公司简约。 想来也是被公司压榨太过,终于难以忍受了。 其实早在五天前,他就发文暗示过这件事。 在3月2号邓紫棋,曾发布一条动态。 表示不忍心,真的很下心。 但不忍心,就是对自己很心。 想来正是,在被这件事所折磨。 这次出走疯鸟音乐。 想来会让邓紫棋音乐事业,再登上一座高峰。 期待接下来,他更多新作品。